大家好,我是APPLE先生,我是四月先生 歡迎收看試玩具 今天要來介紹Figma 505 但是我不是要介紹開箱 我是要來介紹瑕疵品怎麼更換 那之前呢,我有在官網購買另外一支Figma 然後來的時候呢 它是有核損的 比方說就是這個盒子這邊 嚴重掉漆,磨損得很嚴重 所以我還沒開箱 我就把它申請換貨 那官網很快就回我,可以換貨 那我就把它換貨完成 那今天呢,是我收到這個 Figma 505千秋這個 它有瑕疵 哪裡瑕疵呢?請看一下這裡 這個高跟鞋這邊有污漬 這邊很清楚 那當下在想說要不要重新買過一盒 那買過一盒又覺得太浪費 為了高跟鞋 但是又不能沒有高跟鞋 因為這一支高跟鞋是經典 經典 所以呢,我想說到官網申請換貨看看 於是我是在12月4號 禮拜六早上寫信到台灣官網 於是他在12月7號回我信 他是接受換貨 那這個等一下我會教一下這個 怎麼去換貨 要提供什麼樣的資料 後面我會講 那在今天12月14號呢 我收到了這個從日本寄過來的 換貨商品 我還沒猜啦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是酒片 那我們來開一下 哇 我想說他會換整組給我 他是換一支 一支高跟鞋給我 這個真的是只有一支 沒了,一支 不過有換就好了 這支就很完美了 沒有任何的污漬 寄來的替換品 我們把它替換上去 這個比較怕說寄來左右腳不對稱 好了 可以一致的 那有沒有色差呢 看一下 目前看是沒有色差 OK的 接下來我們來教一下 換貨 或者是退貨的處理步驟 首先我們先連到 台灣好微笑官網 網址在這裡 輸入進去你就到了這個網頁 那可以看到 右上角有一個客戶資源 跟他點下去 滑鼠往下移 移到 關於收到不良品 瑕疵品 這個選項 點下去 點進去以後呢 到這個商品相關資訊 這邊都不要理他 滑鼠往下拉 這邊有一個諮詢項目 下拉式 點一下 這個地方就點下去 你可以看到關於 商品不良瑕疵 這個選項 點進去以後 這裡就輸入你的名字 你的行動電話 那email 那國家就寫台灣 郵遞區號 你可能要查清楚 總共是 6碼 記得喔 已經更改到6碼 那這地址就是輸入 你們家 要收獲的地址 那諮詢內容你就選 下拉式 商品瑕疵 然後商品分類 就這個 商品的名字 那我就會連到官網這邊 去 選你當初買的那一隻 這一隻 那我就會把這一個 複製 貼上去 那這邊可能我會加一個 他的序號 他的序號 這邊 那購買的地方 我是露天 給一個斜線 然後他是哪裡呢 高雄冠軍買的 好 那這個就是寫一下說 高跟鞋 烏會 瑕疵 這裡 你如果寫越清楚越好 這個也不能亂寫 那這裡有上傳三個檔案 我這邊你看得很清楚 我就是上傳發票 購買證明 實際照片 那你要記得這一張照片呢 他是 IMEGA限制 那你可以 這個實際照片 如果你拍得越清楚 越好 就是讓他一下子就看到 判定這個真的是可以換貨的 那這個 相片呢 發票跟購買證明 我沒有把它 集合成一張 因為那個圖案太小看不清楚 那這個照片 我有變成這個三張 變成一張 其中一張就是全部的 然後兩張就是局部的 所以這樣看是非常清楚 然後完成以後你就按送出 按出去以後 大概兩三分鐘後 會收到一個確認信函 這個確認信函 大概就是你申請的內容 裡面的資料 那最重要是告訴你說 工作日大概兩三天 你會收到這個 這個官方的信件 告訴你說這個 是不是可以換貨補貨 如果你被判定說可以換貨補貨的話 他會在記憶封信告訴你 就是說 大概在15天之內 工作天 你可以收到你的貨 那如果你今天是換貨的話呢 收到貨以後 沒有問題 大概會在記憶封信告訴你說 什麼時候他可以去收你那些有瑕疵的貨 他要回收 那如果說他有告訴你 像我這一次一樣 他是本事諮詢不需要回收 請 在收到補件後 協助氣質原有配件 他會寫這一行 那就表示說 這個他不會回收你的這個物品 那你自己看要怎麼處理 那我的時間很快 一個多禮拜就收到了 那也就都完成了 那我個人覺得說 買的這個玩具呢 最好是你可以提供你在哪裡購買 或者是發票 這樣子 你比較有說服力 那再加相片 那他比較容易判定OK 沒有問題 以上這些知識就介紹給大家了解一下 那你知道有這件事 那希望你不要用到 用到你就來我這邊看 這個要怎麼處理 那今天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你的收看 感恩再見 拜拜 再見